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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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下15度到零下18度之间 当然我省今天晚上还有几个城市会比较冷 那就是沈阳 本溪 辽阳和朝阳能达到零下19度到零下20度 辅顺的朋友今天晚上能体会到零下22度的低温 所以出门一定一定要注意保暖 那昨天呢除了低温之外 各城市的风力也比较强劲 今天的风力依然比较大 大连的风力是有6到7级 其他城市的风力普遍都集中到4到5级左右 所以今天出门的话不要像我一样啊 就长个环只穿一个羽绒服 至少你要扎一条围巾才能保证这个风不会灌进来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沈阳的天气 沈阳呢现在室外的新闻是零下的19度 已经接近零下20度了 今天白天的风力还好不是特别大 是3到4级转2到3级 也就是说这个风力还会逐渐变小 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 那今天白天呢 沈阳的最高气温是零下12度 相对比昨天的零下13度提高一度 聊胜于无吧 现在呢室外的气温是零下19度 今天白天最低气温也是零下19度 也就是说今天白天你出门的天气 就和晚上回家的天气 基本上是一致的 大风和低温呢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就是现在室外的空气质量非常的好 现在的PM2.5指数是3 空气质量优 如果您做好保暖的话 现在出门能呼吸到特别清晰的空气 好了以上就是室外的天气情况 好一起来看新闻 12月28日零时至24时 辽历省新增8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均属普通型病例 其中水阳市报告6例 1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归病例 大连市报告2例 1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归病例 新增2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其中水阳市大连市各报告1例 无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截至12月28日24时 全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37例 含境外输入67例 治愈出院287例 死亡2例 在院治疗48例 目前上有31例无症状感染者 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12月29号 记者从沈阳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第11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12月28号零时至24时 沈阳市新增6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其中5例是在密切接触者 及高风险人群筛查中发现 1例是无症状感染者 转为确诊病例 新增1例无症状感染者 目前均在沈阳市第6人民医院 隔离治疗和观察 截至目前经过流调和排查 本次疫情的各类密切接触者 6255人 其中密切接触者706人 全部集中隔离 第三轮核酸检测结果 623人为阴性 83人的结果带回报 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 1833人 全部集中隔离 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次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 3716人 全部居家隔离 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另外关于高校寒假 沈阳市要求各高校不得提前放假 中高风险地区的高校延迟放假时间 是疫情控制情况 错时错峰安排放假 非中高风险地区的高校 原教学计划完成后可错时错峰放假 放假前需全员核酸检测 持核酸检测阴性报告离校 各高校具体放假时间 需报属地防控指挥部批准 并报省教育厅备案 错峰安排 寒假临近 我们将组织中小学 认真做好教育教学 学生期末考试 及校园防控工作 做好提前放假的各项准备 待市指挥部批准中小学 具体放假时间后 第一时间通知到各学校 本台报道 12月29日 沈阳市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指挥部 发布第16号令 要求对中风险地区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对重点风险人群每48小时 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从即日起 对沈阳市作为第一入境点 且目的地为沈阳的入境人员 严格实施14加7天集中隔离观察 对经第三地入境来审人员 入审前已实施14天集中隔离观察 且可以出具当地解除隔离证明的 继续实施7天集中隔离观察 对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来审人员 严格实施14天集中隔离观察 集中隔离期间 上述人员每3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集中隔离解除后 实行7天社区健康监测 倡导非必要不外出 对直接从事高风险作业人群 严格做到核酸检测 一周一检不漏一人 对冷冽物流从业人员和场所 要做到3天一检 从即日起 全市一级以下医疗机构 村卫生室除外全面停诊 要求发生疫情的学校 要及时做好停课 校园消杀 学生隔离等工作 加强学生心理疏导 实行线上教学 其他学校要提前做好教学安排 期末考试及寒假放假的准备工作 从即日起 全市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 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 全市幼儿园暂时听员 昨天沈阳市发布中小学 含义务教育学校 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 2020至2021学年度 寒假放假时间通知 学生假期从2021年1月11日起 2月28日至3月1日开学 最近一段时间 沈阳进入了抗疫的战事状态 承担着转运艰巨任务的 沈阳市急救中心 面临着新的挑战 疫情以来 我们的转整工作 数量也是巨增 因为最多的一天 能达到55人次 我们常态化的组 以前是14入 完了调整到17入 那么确保 我们在24小时 保证适量车随时待命 此外 疫情转运车辆及物品 做到专车专务专用 严禁与日常出诊车辆 及物品混用 加强车辆环境清洁消毒管理 严格执行一车一换一消毒制度 在出诊过程中 发现发热病人 第一时间上报120指挥中心 执行发热患者转运任务时 急救人员必须 严格做好三级防护 我们制定的叫两问两册的工作制度 在接到接警的电话的时候 那么就要询问流行病血史和发热病人的病史 那么第二问就是我们医生在出诊的时候 还要追问详细的流行病血史和发热的情况 那么两册呢 就在进入患者的现场 我们要给他进行电子车温 那么如果发现异常 还要进行精准车温 我们也建立了上报的信息制度 那么不放过一个可疑的人 本台报道 最近这几天呢 大家打车或者是乘坐公交车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担心 那为了保证乘客和司机的出行安全 日前沈阳市交通运输系统 对公交车出租车等等 公共交通行业提出了防疫要求 做到出行有迹可军 车辆按时消杀 在沈阳21122路公交车车队记者看到 工作人员正在对车内地板 座椅扶手等关键部位进行消杀 据了解 从24号开始 车队出日常防疫工作外 还加大了消杀频率 确保出行安全 原来是早晨出车前 晚收射后 对车辆进行消杀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求呢 是一圈一消杀 到中点站了 然后呢 开启门床通风 进行消毒 我们对司机的要求就是 每天上岗前 测量体温 测量酒驾 然后呢 进行那个登记 在出租车行业 企业工作人员向司机师傅 发放消毒液 口罩 组织车辆日常消毒 同时要求出租车司机 拉载到机场 火车站 客运站等人流密集区的乘客 或遇到发热 咳嗽等症状的乘客时 立即对车内 后备箱进行消毒 营运过程当中 必须佩戴口罩 消毒服务 发完它以后呢 让它跟车上背上 在两站一场 拉客人的时候呢 直接就可以进行消毒了 对四周都消一消毒 对吧 尽量的出租车司机呢 戴上手套 沈阳市交通部门要求 相关企业要根据公布的 沈阳新增 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 行程轨迹 对车辆和驾驶员 进行排查 确定驾驶员 及与该驾驶员接触的 其他车队工作人员 相关情况 同时提醒各位乘客 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 必须佩戴后口罩 并配合扫码登记测温 做好防疫工作 第一时间 灵瑶含蓄报道 昨天下午5点 大连市召开疫情防控 第58次新闻发布会 大连市卫健委 大连金埔新区相关负责人 向外界通报了 疫情防控的最新进展情况 2020年12月28日 零时至24时 大连市新增两例确诊病例 其中一例为无症状感染者 转为确诊病例 新增一例本地无症状感染者 均已转运至省集中救治 大连中心隔离治疗 正在对密切接触者 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 进行全力排查 并实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本轮疫情全市已累计报告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5例 正在实施医学观察的 本地无症状感染者27例 12月22号下午开始的全市大面积核酸材 各样工作已全部完成 目前除金浦新区封闭管控区外 其他地区核酸检测出的结果均为阴性 即日起大连市将对金浦新区 光中 仙进 雍正 友宜 站前五个街道 全域全员开展入户核酸检测 确保及时主动发现病例 避免出现新的聚集疫情 同时大连市将加大居家隔离 和社区管控力度 对于密接者 次密接者 以及居家隔离人员 分别按照五次 三次 三次核酸检测的标准来严格执行 对密接者还将在集中隔离结束后 专车接回并纳入社区网格化管理 实施7日一人一户居家隔离医学观察 不能满足一人一户条件的 继续实施7日集中隔离 并在隔离结束前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以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疫情发生以来 大连市金浦新区为切实保障 封闭管控区内居民生活需要 集中开通了水电煤气 医疗等便民服务热线 并组织有关部门和国有企业 建立运行了线上保供平台 采取线上下单 线下供货 及定品 定量 定时 定点模式 努力保障居民生活必需品 供应充足 质量安全 物价稳定 此外 疫情发生至今 大连金浦新区已有一万余名 社会志愿者持续坚守在 疫情防控一线 社会各界也踊跃捐款捐物 助力战役 截至29号零时 金浦新区红十字会 已累计接收社会捐款95笔 合计41万元 累计接收社会捐赠物资 20批次 价值85万元 全部款物已迅速转用于 全区抗疫各条战线 各个战场 并向社会全面攻势 接下来我们稍息休息 别走开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温暖冬夜 核酸检测点收到暖心礼物 自制红枣姜茶送给大白 打开了我们看到那个小纸条 然后大家就觉得 太温暖了 就是所有的辛苦 不值得一提 全球首例 毗离式肝移植 同时就止双胞胎 六小时创造医学奇迹 每一个环节都必须要做得 非常的完美 老有所学 85岁抗美援朝老战士 考驾照 成为本期高龄驾考第一人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 欢迎您继续关注 新闻多角度解读另一面 一座地铁站呢 除了线路热门之外 独特的创意设计 也可能会带来比较高的人气 12月28号 西安地铁5号线 6号线的17和9号线 正式开通运营了 地铁5号线 鹅旁宫南站 成了很多市民的打卡地 5号线 鹅旁宫南站 这个设计灵感是来自于哪呢 鹅旁宫复 地铁站顶部刻着 满满的鹅旁宫复的全文 走进这个地铁站 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有人就开玩笑说 我会背读这个全文 能不能给我面飘呢 要我说你还是默念一句非常实用的话 走路注意脚下 最近在广东珠海 有两辆轿车并排归宿行驶 被人举报了 网友提供了这样一个视频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俩车在繁忙的桥上 慌慌悠悠 就在那块闷妈的雇佣 时不时的踩个刹车 特别影响后面这些车上的行驶 在行驶到一路口的时候 其中一辆车甚至压实线 连跨了两条车道来变道 经过交警部门的调查 这两个车的车主是好朋友 当天正好开车的时候 遇上了 于是就打开车窗唠唠嗑 改天约个饭呢 目前这两个车的车主都受罚了 一个罚款了300元 还有一个是罚500G三分 这顿饭的成分有点高是不是 800块 你说有这钱 你吃点什么不好啊 打电话约啊 古话说 物以恶小而为之 最近江苏常属警方 接到了一个餐饮店的报警 说我们这块丢了 二十多块钱零钱 民警一调这个监控录像 知道了 是谁干的 马上抓到了陈某 根据陈某的交代 他刚来到苏州找工作 身上没钱了 就动了这个歪脑筋 趁着晚上啊 潜入这家小店 偷了一百多块钱的零钱 环境是 他往回走的时候觉得 这硬币太重 太沉了 我这拎着费劲啊 于是呢 又回去啊 把八十多个硬币放过去了 留了二十块钱的纸币 这个轻球拿着方便 目前呢 陈某因为盗窃 被当地警方采取了行政拘留 这位确实是一个 怎么说呢 拎不清轻重的人 对吧 前几天在内蒙古四子王旗 有一个小伙子开车的时候 发现路边那个雪堆当中 哎 探出几个小脑袋 再仔细一看 好家伙 七只羊 被雪在那埋着 奄奄一息了 赶快跟同伴下车 拿铁锹 开始铲雪 救羊 经过半个小时的努力 这些羊终于被救出来了 那随后呢 也找到了主人 把羊领回去 羊主人说了 这些羊啊 都是走散了 但是因为有铁丝 往拦着呀 又走不出去 就被这白毛风 给埋住了啊 那除了遇到好心之外呢 我想 很重要的一点 可能就是 纯羊毛护体 真材实料 7月20号的时候 全国各大影城 陆续开始复工 这刚过了一百多天 眼看着年末的元旦档 后岁档 即将来临 迎来观影的高峰 但是这几天呀 沈阳的影院 人数急剧下降 虽然说观影的人数不多 但是影院的消杀防疫工作 依然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 目前正在放映的 拆弹专家2 秦雅吉等几部 口碑不错的影片 依然是观众 走进影院的主要吸引力 在提供健康码和测温后 观众还要用 免洗消毒酒精 净手 再进入影厅 未戴口罩 体温37.3度以上 通行码非绿色的观众 不得进入影厅 电影放映后 影厅座椅扶手 3D眼镜等观众 直接接触物品 每场消毒一次 每一场结束之后 保健人员都会在厅内 进行清洁消杀工作 然后我们现在的 每场次间隔时间 也会适当的调整延长 然后高峰时段的开场时间 我们也会做到合理的排斥 避免顾客的聚集 目前沈阳一部分影城 采用人工售票和网络购票 双售票制 另一部分影城 则全部实行 网络售票实名预约 取消人工售票 采用无接触方式售票 并实行交叉隔座售票 保证观众间距一名以上 且每场上座率 不得超过50% 现在越来越多的顾客 然后正在网上购票 也是实名认证的 然后我们影城 也是提倡大家这么做的 然后对于取票机 等重点的设备 我们会进行 每日不少于五次的 消账工作 然后以确保顾客 安全放心的使用 对于影城员工 影院也动员员工 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避免前往人群聚集场所 给员工开展 传染病预防知识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等方面的培训 确保员工具备 必须的防控 和处置知识与能力 第一时间记者 孙军同号报道 这段时间以来 大连正在进行 全员核酸检测 所以无论是医护人员 还是志愿者 都在起早贪黑 加班加点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发生了很多感人的事 大连市妇产医院的 一位护士的朋友圈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我们来看看 把杯自制的红枣姜茶 还有一封手写的感谢信 这是28号发生在 沙河口区 里家街道福原社区 核酸检测点 一件暖心事 30来岁 长得挺年轻的 挺漂亮的一个女士 然后端着一个小白仙儿 就过来了 然后就递给我们 那个同事了 然后她也没留名字 就走了 我们想 你们大多点忙 然后就也没 也没顾得上找她 马林和其他护士们 得空休息的时候 打开箱子一看 里面竟然是 八杯自制的红枣姜茶 和一封手写的感谢信 打开了我们看到 那个小纸条 然后大家就觉得 太温暖了 就是所有的辛苦 都不值得一提 因为有大家的理解 有大家的温暖 就觉得都不累 此时已经是晚上9点 来检测的人已经少了很多 但医护人员和社区工作者们 依然坚守在岗位上 三天来 他们每天都是 从早起点一直忙到深夜 除了配合和理解 居民们还以各种不同的方式 表达对医护人员的感谢 群众也可热情 给我们送来的 又是平安果 又是那个就是姜茶 心里可暖了 就觉得工作一点都不累 那暖天是我儿子 用压序钱给医护人员 和这个支援者 社区的工作人员买的 他说妈妈叔叔阿姨 都挺辛苦的 连续工作嘛 所以他说 应该自己做点 奉献 截至28号晚9点 八位妇产医院的护士 以及23位志愿者 一位服务员社区的 5768位居民 进行了核酸检测 只要我们大连健康 我们所有的人 都是平平安安的 我们干到半夜 我们干几天都无所谓 因为我们大家在一起 让我感觉到 这是一个全员 全员的一个行动 全员的一个战争 大连一定会胜利的 大连一定会战胜这次的疫情 很快就会过去 因为大家都在 齐心协力的努力 最近在河南平岭山 有这么一段儿子 抱着母亲的视频走红了 视频拍摄者叫雷俊杰 他说自己三个月的时候 就已经失去了父亲 母亲把他和这个姐姐 一手带大 非常的不容易 母亲还有这个泪风湿 还出过车祸 脑梗瘫痪在床上都七年了 母亲这几年 无论怎么斗 从来没笑过 所以说抱着母亲 也是为了转移她的疼痛 现在拍视频 更是为自己留个纪念 以后如果想母亲了 可以拿出来看看 三个月的时候 我的父亲就去世了 然后我母亲也没有赶嫁 他就把我姐弟俩养大 也挺不容易的 母亲之前得了雷锋尸 都得十几年了 后来又出了车祸 动了手术 后来又得了脑梗 之后就瘫痪了 瘫痪在床好几年了 我母亲这几年来 一次都没有笑过 不论怎么样逗她开心 她都不笑 抱着她 对她说 对她说说话 她可能心理上 得到一点安慰吧 转移她的思想 感情她的疼痛 百年之后 给自己留一份纪念 想母亲了 可以拿出来看一看 好的 谢谢来 稍息休息 别走开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全球首例 毗离式肝移植 同时就止双胞胎 六小时创造医学奇迹 每一个环节都必须要做得 非常地完美 老有所学 85岁抗美援朝老战士 考驾照 成为本期高龄驾考第一人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接下来了解省内大事 一起走进百秒辽宁 12月29号 由省清工业联合会组织评选的 2020年清工行业科学技术进步奖揭晓 共有13家企业的参评项目获奖 其中朝阳新元农副产品公司的 复兮食用军关键技术研究等 四个项目获得一等奖 辽阳省第三届冰天雪地 也是金山银山短视频大赛 12月29号启动 此次大赛采取现场直播形式 在北斗中美和快手平台全程播出 近日 安山高新公安分局将窗口服务前移 主动对接辖区妇产医院 为新生儿落户提供上门服务 受到了产妇及家属的一致好评 目前高新公安已发放新生儿落户宣传资料 200余份 提供业务咨询300余人次 12月27号 随着本年度第100万个标准箱装车发运 盈口港内贸集装箱 海铁联运年度发运量 首次突破百万标箱 同比增长25% 在盈口港集装箱吞吐量中的占比 提高到17% 创下箱量和港口占比 两项全国第一 北京时间七点钟 我们再次来关注天气的情况 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行进 好的 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 昨天这一波八度的降温 真是让我们措手不及 就连羽绒服不够厚 在外边都觉得冷了 当然从明天开始一直到本周末 气温还会有一个四度左右的回升 最主要是风也不像这两天这么大了 这也给我们即将到来的元旦假期 增加了一丝丝暖暖的跨年感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 今天大连地区是有震雪转多云 其他地区都是晴有时多云的天气 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 大连 锦州 朝阳和葫芦岛地区 是零下九度到零下六度 其他地区是零下十四度到零下十度 最低气温方面 辅顺 本西 铁岭地区 还有康平 法库以及新民和辽中 比较冷 是零下二十五度到零下二十度 大连地区是离向十六度到零下十三度 其他地区都在零下十九度到零下十七度之间 今天白天全省是晴 大连地区风比较大是偏北风六到七级 阵风能达到八到九级 西北风六级 阵风七到八级 其他地区都是偏北风四到六级 有的时候风力也可能会达到七到八级 所以今天防风依然是我们要关注的重点 好 咱们再来看一下全省十四个城市的 气线观察员拍摄的照片 首先来看一下本夕唐光伟拍摄的照片 今天有个主题叫比比谁穿的厚 一般的装备还真没法抵御这波寒流了 照片里的孩子要么是把帽子戴上 要不然就用手捂着耳朵 不是我说 这个天捂着温度是零下十二度 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是零下十九度 今天沈阳的风还是比较大的是四到三级 转二到三级 所以说沈阳的风力 今天我们出门还是带一个微博为好 好了解天气的情况 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美食 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是不是跟我一样 每天最犯愁的无非就是那三件事 就是早上吃什么 中午吃什么 晚上又要吃什么 马上就要到元旦小长假了 家里的孩子也都放假了 那每到这个时候 有的人就会犯愁 给孩子做点什么好吃呢 最好是那种既好吃又有营养的 那今天咱们的巡味辽宁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好吃的金头八脑 牛筋是Q弹爽口 牛腩香而不腻 能炒能炖还能煮火锅 一道金头八脑 换着花样可以做出全家老少都爱吃的营养美食 您看这金头八脑 里面是有牛腩 还有各种筋 这个块也非常大 而且呢我们泡饭之后 这个饭上面泛着一层油光 看起来就特别有食欲 咱们替大伙尝尝 真香啊 大块的肉 软糯的筋 腻饭上再浇上浓浓的煮肉圆汤 这一碗造下去绝对是极大的满足 这款金头八脑 凭借着料爵 肉爵 锅爵的三爵特点 去年被授予中华老字号的称号 咱们这个金头八脑 味道之所以这么好吃 这么香 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就是我们的这个炒酱环节 因为我们这个料首先选上好的豆油 和一等那个品的牛油 进程靠制 靠制到240度 进行灭火 冷却到130至140度 把酱放里进行炒制 这是我们的秘制 一提到秘制 很多人就好心 咱可替大伙打听了 答案就是由36味中草药 调制出来的独家酱料 再经过独家烹饪技巧 无论是火候的大小 时间的长短 还是油温的高低 稍有偏差 在煮制的时候 就会直接影响 金头八脑的味道 这个板筋不爱好熟 然后先把它煮制20分钟 它的口感会更好 再下入我们的牛奶肉 进行20分钟 继续开过20分钟煮制 煮制到20分钟之后 然后壁果焖制10分钟 焖制10分钟呢 是为了让这个肉和筋能入味 然后达到口感最佳的状态 用刚刚炒好的酱料 先煮板筋 再煮牛腩 最后焖制 经过近一小时的熬煮 一锅味道鲜美 酱香突出 肉筋软烂的金头八脑 就可以出锅了 这是刚刚出锅的金头八脑 牛腩和筋都怎么样 这是一块牛腩 太香了 我的天哪 这个真正是最新鲜的 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个料 这个香味全都卸入到肉里面了 而且这个肉吃起来一点都不要 放在嘴里嚼两下就已经碎了 咱们再尝尝这个牛腩 这个是一个鲜皮 特别好嚼 但是呢 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说 这还不是最后一步 咱们大家伙吃上这个牛腩 还要经过一次高温杀菌 这样的话 也能让我们的这个牛腩 更加的软糯 这两个是我们的高温灭菌腑 咱们这个金头八脑 里面是没有任何防护剂的 第一个作用是 将我们产品里面 还被杀死的吸菌 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杀菌的一个作用 保证我们产品 每一个出具的时候 里面的卫生物都为零 然后还有一个作用呢 就是因为板筋呢 肉筋呢 这些它不是很容易烂 然后进入这个杀菌腑的时候 然后它起到一个 再次熟化的一个作用 然后使得我们消费者 口感更加的好 吃起来这个产品 更加大火 打着灯笼都难找的美食 坚持传承百年经典 匠心独创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美味 不出家门 就能吃到好味道 您可千万别错过 你看这一大早上 又跟您说好吃的了 是不是大家马上的食欲 又要放开了呢 这款金头八脑呢 是咱们沈阳的老品牌 昨天也向大家介绍了 有着中华老字号的美称 在全国有1019家门店 您光看着规模 今天知道 大伙有多么的喜欢吃 我们都知道 能称得上是中华老字号 这几个字的 那绝对是上等的好品质 金头八脑的原料 精选上等的牛腩 还有剑筋 板筋 非常的丰富 采用传统的手工均匀切割 最大程度保留了 这个牛肉和牛筋当中的营养 还有口感 再搭配传承十多年的这种 独家秘制酱料 还有茴香 肉蔻 香叶 丁香 草果等等 三十余味中草药 再经过精心的熬制 铁锅炒制 焖煮入味 高温灭菌等等工艺 十几道工序啊 这一套下来 那制作过程当中 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 做出来的金头八脑 味道特别鲜美 酱香突出 肉筋软烂 回味悠长 甭管大人孩子 你就吃吧 而且呢 这款金头八脑 还特别的方便 这一个包装袋里边呢 原料汤料 分开包装的 拿回家都不用怎么特殊加工 一热完活 就算是厨房小白 也可以做出好吃的 非常的方便 关键是 它解馋 还营养 发展熔媒体 扶贫 汇农 我们一直在行动 如果您也不想错过这口的话 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北斗熔媒微信公众号 页面下方四个字 北方嗨购 点进去 好吃的 马上给您送到家 赶快行动吧 拜 接下来温故知心 说过论今 我们今天要继续的聊一聊 古人的花式存钱 古人虽然不太懂得存钱 与经济发展的联系 但是却通过脚踏实地的存钱实现 为子孙后代留下了质朴 却受益无穷的储蓄观念 不过呢 这钱也不能全部的存起来 一点都不花 当古人想去消费 带钱又比较麻烦的时候 纸币就出现了 之前咱们聊了皇帝们的花式存钱 那今天这期呢 咱们换换主角 把这视角啊 从皇帝那边转移到百姓生活中来 谈谈百姓们花钱的烦心事 说起烦心事三个字啊 您一定会觉得 花钱怎么还能花出烦心事呢 你这不是胡言乱语吗 如果您真这么想 那我只能说呀 花钱开心 这是放在今天 社会稳定 经济繁荣 您花钱的选择又多 还安全方便 可如果呀 是到古代 这其中的麻烦呢 可就多了 比如说 金银沉重 不便过多携带 您要去远点的地方消费呢 这道路啊 不仅崎岖 还有可能遇到贼匪 这些问题啊 在宋代四川地区啊 表现的是比较突出的 北宋开国不久啊 因为兼并后蜀的遗留问题 而引起过一场起义 这场起义结束以后呢 四川地区的治安啊 没有好转 反而是匪患盛行 由此呢 这商驴在四川地区行路 自然是危机重重 携带钱财更加不便 不过呢 古代啊 咱们中国的老百姓 是很善于开动脑筋的 为了解决这些 携带钱财不便的问题 四川地区 也就出现了中国 最早的纸币 胶子 不过刚刚出现的胶子啊 远没有我们历史教材中 讲述的那么美好 由于是纸币 这兑换就存在问题 而且四川地区呢 是各个地方都有胶子 没有统一 结果胶子的流通 弄的是兼必百出 预送自多 胶子带来了麻烦 这自然就让不少官员认为啊 既然这么麻烦 干脆啊禁止民间使用算了 这样的议论呢 到了宋仁宗的时候啊 算是彻底爆发了 当时负责四川地区的转运使啊 不断上书朝廷 直言四川地区啊 胶子流通混乱 甚至连甲壁都已经出现了 这让四川地区的转运使啊 是苦不堪言 而转运使的发言呢 无疑代表了地方基层的意见 这在当时啊 可以说很有影响力 眼见着宋仁宗 想要响应地方号召 把胶子废掉 朝中不少官员一看呢 皇上都有这样的倾向了 那自然是马上开始响应号召 眼见着胶子在宋朝啊 就要变成历史的时候 太常博士站了出来 他说呀 胶子可以伪造 铁钱可以私住 有犯私住 钱可废乎 但言致之 不可以小害废大力 此言一出啊 终于是一语颠近梦中人 宋仁宗这才作罢了此意 近日上海人际医院成功的完成了 世界首例披离式肝移植 同时就是两名罕见病患儿的手术 接受手术的是一对两岁的 双胞胎兄弟 目前的小哥俩已经度过了抗排疫关键期 28号从ICU病房已经转到了普通病房 28号是这对双胞胎术后的第10天 肝功能指标已全部恢复正常 一只伤口几乎没有渗出液了 这个病情就是怎么来 对我们确实也是很大的打击 重生一次 这两张腹部严重胀大的照片 记录了这对双胞胎刚抵达医院时的情形 医生介绍 肝糖原累积症患者的肝脏内先天缺少糖原代谢煤 导致无法分解糖原 久而久之代谢紊乱的肝脏 积聚脂肪 兄弟俩的肝油三值指标高出正常值三倍 我长时间的一个糖原住在肝脏里面 可能时间长了以后肝脏也会长得腺流 腺流到后期也会变成恶化 来户求医前 哥哥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低血糖 酸中毒等症状 兄弟俩还都患有肺炎 出现连续高热 人际医院接诊后 第一时间向国家卫健委 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提出申请 等待了三个月后 12月18号 匹配肝原终于出现了 是来自外省市的一位九岁捐献者 经过精细评估 医治团队制定了将供肝一分为二 同时救助哥哥和弟弟的策略 也就是匹离式肝移植 既要保证两块的肝脏的准确分割 而且大小要完全按照自己设计的这样的来 而且还要考虑到这么小的两块肝脏 血管和胆管都要进行重建的问题 这每一个环节都必须要做得非常的完美 在医治团队的努力下 一个匹离 两个移植 三台手术同时进行 总耗时六小时 成功完成 了解到这对双胞胎由爷爷奶奶抚养 而爷爷奶奶没有固定工作 中华少年儿童慈颤救助基金会 等慈善机构 共募集了约60万元作为医疗费用 更多消息来关注新闻这一刻 记者从湖南省的交管部门了解到 29号凌晨在包茂高速 湘西土家族自治州 凤凰枢纽以北 及凤凰县 往棘手市方向发生了连环交通事故 并且导致车辆起火 截至目前呢 这次事故已经造成九人遇难 根据当地时间28号 韩国首尔东部拘留所当天再次确认了 新增233名新冠感染者 相关联的感染者总数已经达到了769人 接下来稍事休息别走开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第一时间稍后关注老友所学 85岁抗美援朝老战士考驾照 成为本夕高龄驾考第一人 近日在福建南平农村小伙张世仙 用木炭和粉笔在马路上创作起了3D画 张世仙表示 自己以前学过一些素描 在经常上网看别人在纸上画 自学了一段时间3D画后 就觉得没什么难的了 会者不难吗 咱可以再设计一个温馨提示 要不这条路可能还真有人不敢走了 创意也是一种生产力 最近甘肃兰州的一家牛肉面馆 推出了鸳鸯牛肉面 一个大碗分割成两边 一边是传统清汤牛肉面 另一边是酸菜牛肉面 拉面师傅还可以拉出毛细 二细 酒叶 大宽等九种面型 供食客选择 这样的一面多吃吸引了不少人 先来打卡尝线 就不问这家店在哪呢 毕竟太远 小编尝不到 刮子作为冬季消磨时间的首选 仿佛有一股魔力让人沉迷其中 原来这里面还包含了一个有趣的心理学问题 如果把嗑瓜子这个大活动 分成N个嗑开一粒瓜子的小活动 人只需要咔嚓一颗就可以达成一个小目标 心理得到满足的同时 也激励你不断重复这个过程 获得更多的满足 这下 瓜子爱好者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表示 这爱吃不是因为馋 心爱的东西谁都会加倍呵护 28号 广东湛江一位主人把狗狗的玩具给洗了 这可把毛孩子给担心坏了 狗狗全程守在主人身边监督他 生怕他给玩具给洗坏 看他脸上露出无比担忧的表情 是不是像极了小时候护着玩具的自己呢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从27号晚上开始 一段挖掘机在江苏扬州南部快速路上 抗拒执法 疯狂地挥舞着机械臂 威胁民警安全的视频 在市民朋友圈里传播 引发了网友的关注 日前的记者从警方了解到 视频中的情况确有其事 目前挖掘机司机张某已经被警方刑拘 视频显示 当时好几辆轿车停在南部快速通道行车道上 远处一辆挖掘机 迅速地左右挥舞机械臂 险些伤到直前民警 事情发生在27号下午5点半左右 当时直前民警发现一辆挖掘机 违规从汤芒入口非法闯进南部快速路后 立即上线驱离 没想到 无论民警鸣敌警告还是喊话失忆 司机我行我素拒不配合 见挖掘机冲进隧道 警车立即上线拦截 然而司机无视民警执法 不顾其他车辆通行安全 随意变道倒车 在隧道内上演了一幕幕的险情 在荷花池隧道入口前 警车前后夹击将挖掘机堵截 没想到 司机竟然撞击警车 企图继续逃窜 发现前方路口被彻底堵死后 挖掘机司机立马调转车头 逆向逃跑 最终在辖区派出所增援警力的帮助下 这辆疯狂的挖掘机才被成功控制 并被带离南部快速路 经调查 挖掘机司机姓张来自宿迁 今年41岁 经初步核实 张某除了驾驶未经登记 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以外 还存在无证驾驶行为 目前张某因阻碍民警 依法执行职务等行为 被警方刑拘 案件还在调查处理中 考驾照的新规出台之后 很多老人也都有了亲自驾车上路的这么一个想法 辽宁本夕就有一位85岁的老人家 以95分的成绩一次性通过了驾考能力测试 成为了本夕市高龄驾考第一人 姚天水是一名参加过抗美干潮的老兵 退休前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能买得起车 也就一直没想过考驾照 虽说现在是茂蝶之年 但老人身体硬朗思维敏捷 国家取消70周岁的驾考年龄上线后 他就动了削车的心思 老伴儿和儿女都支持他这一决定 虽说理论是考证路上第一关 但姚老伯表示只要努力 对于接下来的各科目考试还是有信心 像姚天这样的大龄学车者 现在已经越来越常见 在本夕华航驾校 72岁胡成林和73岁的张继文老人 也一次性通过了三例测试 此外还有几名来准备报名的银发族 驾校对这些高龄学员也将一对一 有针对性的授课 上课教学中主要要关注 学驾照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和身体条件 当然也更需要教练更加耐心的讲解 在学校我们要免费接送 让老人的儿女放心 金牌教练的教练也非常有耐心 免费驾练一直到我们老年学员能够安全的上路 也让我们这些学员学的开心 据了解 70周岁以上老人要报名考领驾驶证并不容易 首先要通过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的测试 从第一次正式考试起 老人们共有三次机会 必须在三个月之内完成 如果三次能力测试均未合格 将无法再申领驾驶证 就算一路顺利过关 拿到驾驶证也并不是一劳有医 每年要在一个计分周期结束后的 30日内提交身体条件证明 条件符合驾驶要求 才可以继续持有驾驶证 对今后超过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 申领驾驶证的 我们严格把握此度 同时提供银化的服务 俄罗斯有一位患有脑瘫的青少年 凭起自己对艺术的热爱 他要靠自己的能力来实现梦想 这就是借助外骨骼设备来行走 眼前的这些美丽丝巾 看上去宛如一件件瑰丽的艺术品 他们是利用一种叫做 石踏画的古老绘画技艺创作而成 而创作者是来自圣彼得堡的 16岁少年瓦联金 舒查诺维奇 他是一名脑瘫患者 尽管遭遇厄运 一直以来都只能坐在轮椅上 但瓦联金一直在尝试 不同的康物方法 希望能够再次行走 直到适用外骨骼进行训练后 他发现这种设备可以帮助到自己 但一副外骨骼需要将近400万卢布 也就是5.4万美元才能买到 为了实现梦想 马连青开始创作并出售石踏画丝巾 石踏画是一种在水中作画的奇妙技艺 盛行于土耳其奥斯曼时期 在波斯语中 石踏画是云的意思 创作时将颜料铺展在水面进行作画 等到图案完成后 就将白纸盖在上面吸取颜料 然后再将纸慢慢抽离水面 图案就呈现在纸上 不过瓦联金用的不是纸 而是丝巾纸品 从小热爱绘画的瓦联金 接触石踏画时间并不长 但他对这种绘画技艺充满热情 他将这种好的石踏画丝巾图片 上传到网上 一下子就打响了名堂 首批100条丝巾 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并且需求持续火热 订单一直排到了明年4月 如果人们不知道 自己想要哪款丝巾 我就会去翻看他们的社交内容 看看他们最常用的颜色 然后拿起颜料 把这些颜色添加到其中 这样一条丝巾的售价 在1500到4000卢布之间 约合21到55美元 现在瓦联金的丝巾 已经卖出了大约400条 他的梦想也越来越近 近期在欧洲许多国家纷纷采取封锁措施 控制疫情的背景下 乌克兰一个滑雪场却人头攒动 一票难求 布克维尔滑雪场是乌克兰著名的滑雪上帝 也是东欧最大的滑雪场之一 27号这天 来这里滑雪的人熙熙攘攘 与疫情下很多地方人流稀少的情景截然相反 来这里确实有风险 但眼下在哪都有风险 任何身体活动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都能增强我们的免疫力 我认为滑雪场应该保持开放 布克维尔滑雪场每年都会接待200万人左右 其中约四分之一来自国外 据了解 这个滑雪场的预约场次 已经排到了明年一月底 滑雪场关联人员提醒 尽管这里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性不高 但游客还是要谨慎行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